我是零七号,是个机器人 说起突击手蜜欢 相信小伙伴们都是特别的熟悉 但如果我问你 你知道突击手蜜欢成功背后的故事吗 相信很多小伙伴也是没有去了解过 那本期视频就来和大家聊一聊 突击手蜜欢 首先是它的这个名字有着特殊的意义 蜜欢是一种野生动物 分布在非洲大陆,亚洲西南部 有个别名叫平头哥 性格十分的暴躁 打起来更是不要命 生死看淡,不服就干 就是出自蜜欢 当然了,突击手蜜欢也是一样的 打游戏见人就干 不服也是干 刚开始做视频的时候 蜜欢和我们都一样 白天打工赚钱,维持生活 晚上熬夜打素材,做视频 一边工作,一边兼顾着自己的梦想 在2018年中旬的时候 突击手蜜欢开始创作吃鸡游戏的视频 刚开始解说过刺激战场 解密过游戏内的bug,游戏小技巧等等 和大多数的视频作者一样 一开始都是播放量惨淡 根本没人看 可能后来也是找不到方向了 中途也断更了很久 在断更的期间,他在思考 难道就这样选择放弃吗? 最后通过长期的沉淀 蜜欢决定做挑战吃鸡类型的视频 按粉丝的要求进行挑战 增加于粉丝之间的互动性 或者挑战一些有难度 有意思的质疑方式 同样在挑战的过程中 他也是骚话连篇 同时也通过他那极具特色的声音 吸引了无数粉丝的热爱 从那时候开始便一发不可收拾 而且粉丝们提出的挑战他都能顺利的完成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从几万粉丝涨到了现在的940多万粉丝 目前仍成上涨趋势 真的是厉害至极 如果你是蜜欢的铁粉 一定要在评论区口表蜜冠 如果我要说蜜欢是最佳吃鸡挑战解说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没有意见吧 就这样 蜜欢通过自己的努力成功了 成为了百万粉大主播 视频作品的播放量也是百万级别的 所以说这样优秀奴隶 而且还励志的游戏视频作者 谁不爱呢 好了好了 我是07号 下期想看我解说哪个游戏直播 记得在评论区抠出来哦 祝大家新年快乐 拜拜